这是当年前龙御用的三炼章 由末代皇帝溥仪捐赠 苏军出兵我国东北 日本帝国的傀儡为满洲国解体 溥仪作为中国战犯 由苏联移交给中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了 后方的中国正在积极地捐款捐物 高墙内的溥仪 也在寻找一个机会 能够让新兴的人民政府对他有好感 经过艰难的利弊权衡后 他决定将贴身小心宝藏下来的宝贝 先祖乾隆皇帝用过的三炼章捐赠给国家 据说当年的乾隆皇帝十分真爱这枚印章 溥仪在捐赠过程中还恋恋不舍 放声哭泣 这枚三炼章的原材料是填黄石 它是填坑石的主要品种 1997年8月17日 国家邮电部发行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用玉石为小图案的小型张邮票 在这组邮票上 人们有幸目睹三炼章的身影 如今它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乾隆皇帝的御用印章中 不乏填黄石 填黄的主色调是黄色 在中国 黄色寓意着富贵吉祥 是尊贵权力的代表 曾经是古代帝王的专用色 黄色的主色调 是填黄石成为 石中帝王的主要因素之一 黄色的主要因素之一